嗨 新興人設施衛生 老闆竟然被通緝 對不對 對 他會不會設施 那個人就是我們的氣氦 老闆就是我們的氣氦 然後就叫你去那邊打工 對 然後 然後薪水也沒給 我後來就跑了 就跑在那邊抓 不是 他沒有又被抓 委託人求職之路困難重重 究竟老師會搬出什麼祕法 祝他一臂之類嗎 找工作啊 都不是很順利啊 或者是說你想要轉到更好的跑道 這個祕法一定要學起來 到附近的土地公廟 貢庭的話就是你可以帶 然後丁罩的話就是 這會換成藝術嗎 不是那個獸啦 然後還要再外加一個 一張五百塊 因為我花第一次的後果 我都一直到 我都很怕 爸媽房間的煞氣 虎視眈眈 一身病痛讓健康拉起警報 究竟該怎麼解 子女才能夠放心呢 紅水 紅水 紅燈一輪 看到這一整片田 還有什麼好計較的呢 真的 你是不是很想他 你很幼稚耶你 怎麼會呢 你音頻好高喔 對 我一般的就是會讓我睡覺 好 先掛神怡的風景 是 讓我們今天的委託人 他從小到大都在這片田旁邊長大 他應該叫田中千惠吧 不好意思喔 有特兒 我真的在叫自己拿著啊 真好真實 你看看 對 謝謝 風景 沒關係 這一切都非常差的 應該一切都是因為 青少路的關係 讓他風水一些問題 跟他心情有骨的 像我一樣 我也會有用車 對啊 因為你知道 房子就是這樣子 有些人就會覺得 我現在住得很好 手邊有一點錢了 對 然後就想說要來重新的裝潢 重新裝潢有時候 十好是很壞的 對 因為你知道 大家就住久了 就覺得這房子 一直都這樣子的 沒有變化 我們一定要創新 所以裝潢的時候 通常格局就會大改 大改之後呢 整個運勢就不會改 對 可是你知道這個 今天應該算是 我們創下委託人是最年輕的吧 對 今年才這個 二十出頭歲而已 所以妳也知道 我們今天有迎來了什麼老師 當然就是 帥哥老師 單身殺手 單身殺手 阿燦哥 不是 是單殺手 大家好 阿燦哥 為什麼你風吹 頭髮就不會飛 因為剛剛有固定一下 我們剛剛 而且她的頭髮有舒暢順風處 對 故意站這個位置了 對啊 所以她十年前 那個黃小姐 就裝潢之後就開始走下坡 為什麼要站那麼高 因為這樣子感覺比較 氣勢感覺 剛剛十年前裝潢之後 然後就開始全家的 家運就不好了 走下坡 健康然後全家的事業 也都不行 怎麼會這樣 對 其實它整個社區 然後包含她家裡的格局 覆覆了彈塔位 就是她的格局 會比較到她的事業運 但如果事業運不好的話 就相對的回調 她該不會 你說錯了 威脅 你說對了 對不對 怎麼了 今天我們的委託人 雖然她很年輕 可是她今天好不容易找到工作 是… 對啊 幹嘛 然後她之前有待遇了一大段時間 對 所以現在如果找到工作 是不是要幫她覆覆這個工作 是 一定要幫她守護好這個工作 而且現在她這麼孝順 就是跟家人一起住的照顧爸媽 然後現在又要養家 我覺得應該要好好幫她 風水有關係 生根快五年 收視年齡層 有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 繼上次26歲的高先生報名之後 今天22歲的社會新鮮人黃小姐 也想替家裡盡一份心力 不過因為十年前的胡亂裝潢 已經讓家運衰退至今 究竟該怎麼改進 才能夠讓家人過點好日子呢 妳好 妳好 這麼年輕就這麼在研究風水喔 因為我們家常看我們家的節目 對 所以就還是很感性 所以妳是從小就在這裡 對 從小就在這裡 可以 就跟我們平時 好 很像其他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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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聽說妳十年前 就先來一個大裝潢 然後才一個對 對啊 像我們家的伯伴 因為家裡的伯伯 然後家裡的伯伯 也慢慢有這個教訓 所以單數要重新裝潢 是誰做的決定 就是我爸媽 然後他討論出來的一個結局 就說家裡也差不多 可以那時候 那時候沒有再研究風水 妳有為什麼有 就是單純進去 就算好重嗎 可是以他的大門來看的話 家的車庫門 形成就是一個 你看從這個門進來 對 從他的車庫門也可以進去 然後都可以到地上 你說這邊嗎 對 可是很多獨棟的公司 都這樣 獨棟的公司 獨棟一定是這樣 因為有一邊是停車的 一邊是自己人走的 那 那要如何來界定 可是他可以那邊封起來 因為你車子停進來 你就可以走進去 對 沒錯 其實小聲說得很好 就是這個門 其實要把它封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樣子進來這個門 然後裡面可以有一個門 它就形成一個門對門 然後這樣子從這一門進來 從車庫門又可以進來 那這樣的回風煞 就是不只能在繞 就是一個風頭上 這樣子 所以連大門都有回風煞 不是說我家 反正只肯走進去 家裡這個門就好 對 也會面子一點點 也會有回風煞 它這個回風煞 它是怎麼界定呢 就是依照這一個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柱子 它就形成是一個 階線的 不是房東生 它就是一個界線 它就形成是一個回風煞的界線 那如果說今天沒有這個柱子 它只是很單純的一個小柵欄 或者說一個車庫的門 這樣就不會有回風煞的問題 了解了 那這樣的回風煞 就會讓他們家人叮 會比較容易中分型 然後做很多事情 都是在原屁的轉移 所以你們這個門本來 一開始就在嗎 還是十年改建成本層 沒有 它人們就在了 其實它有兩個煞氣 第一個回風煞 第二個是從這個小門進去 他們家 是不是就是有向下樓梯 還有門對門的問題 這樣也是形成一個所謂的門通 這樣的話錢財也容易流出去 因為一進門就看到這個樓梯 代表了丟柴梯 這個的話就是錢財是往外倒的意思 所以也是要倒柴水或溜柴梯 這有兩個名詞 都是同樣講同樣的東西 那如果要化解這回風煞 其實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 隔一個 例如說放一些盆栽 我們人比較輕鬆就好了 你說這裡放盆栽 然後不要這樣可以動 動線不要可以 動線 動它 走過去的意思 可是它如果這裡做起來 它還需要放盆栽嗎 如果是做起來遮起來的話 就不需要 那它樓梯也是得那個 其實這邊遮起來 不要進出 往那邊進出是更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的話 等於說它那個捲鈴 那個柴水不會往外倒出去 剛剛有人撥你水嗎 你怎麼了 有 太熱了今天 那我們趕快進去看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有沒有覺得你很奇怪 對啊 你叫我等一下幹嘛 叫它的蔥物比不高 沒錯 這個煞氣也是一個 它蔥物好多層喔 對啊 為什麼 其實從外面外觀看他們家 那個煞氣來講的話呢 除了剛剛我們講的這個 迴風煞 還有這個捲簾水 捲柴水之外呢 還有這一個啊 就是一個 窗戶居然比大門還來得大 而且又比大門來得高 這個呢就像什麼 看得到吃不到 反正眼界很高 然後心口不一 我們知道這個眼睛呢 就是窗嘛 然後呢門就是口 對 這個煞氣來講的話呢 確實不可以 因為其實一個大門呢 是一個家裡的 最重要的椅子 來氣的地方 可是你的大門呢 卻比你的窗戶還得小 那整個氣勢就變得很低耶 他現在要做的是把門加大 你該說 喂 你不然把窗戶這麼小 其實他現在要做的話 應該從裡面的空間呢 用視覺上把這個窗戶 把它變相片 利用窗簾的方式啊 然後把上面那一層呢 用一塊布把它設起來 你說用從裡面嗎 對 可是外面不是也是看得出來的 對啊 如果外面的話呢 其實呢 我們一般在這個洞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板子 或是把這一個呢 窗戶上面那兩邊呢 把它遮起來 你說它可以遮下面這一塊 或是遮掌 要遮掌 不能遮掌 因為它不能開著檳門 檳門高 對 因為有時候 對啊 有時候眼界過高的話呢 你的頭肢啊 你的眼光啊 都會失損的 哦 好 就是看著你吃肉這樣啦 那我們趕快進去吧 老師要去洗個澡啊 對 還沒進門 就已經發現一連串的問題 像是因為區分車庫 將院門分成兩半 形成回風煞 可別以為這樣就結束了 為了一個車庫 將客廳內縮 還跪連帶造成屋內的恐怖煞氣 你們家很多東西耶 對 是不是你們的沙發 滿有點過大了 怎麼覺得他們的客廳好像 你們家的客廳其實是 看起來也是滿包包整的 但是他就是 對 方中區 以外還是有雀腳 對 一走進來之後就覺得 好像有一個牆壁擋住 然後就是變成好像很擠 在這個小圈圈裡面 其實他們家的透天錯 其實整個面積來看的話 其實不算小 但是格局 格道整個空間都很編 而且又加上它東西又很多 很多 然後走進它大門 它的籠邊剛好會碰壁 整個籠邊剛好直接 因為它的車庫是 裡面內縮進去的 所以它整個房子 都有雀腳 對 所以它等於說那個牆壁 一個L型 外面就是一個車庫的地方 所以導致於它的客廳 整個很不夠防震 然後如果說 客廳代表是一個男主人 然後男主人如果坐這個位置的話 整天都會被壁刀給切到 為什麼 因為前面就有一個 很大的壁刀 室內的壁刀 而且它不是裝潢的 是本身它的家裡的格局 結構就是這樣 所以室內有一個很大的壁刀 一直往你的客廳衝 所以它衝擊到的就是 家裡人的事業運 可是它是結構又沒辦法改 沒有辦法改 所以像這個 對啊 你幹嘛裝過我 這兩邊嗎 如果沒辦法改的情況下 我們就把這個L型的地方 隆邊碰壁的地方 我們可以放一面鏡子 或是把這一面牆 把它用很查鏡的方式 增加這一個空間感更大 因為客廳很小的嘛 所以空間感變大之外 這個缺角的地方 也可以把它補齊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我不是說不跟你做 就是為什麼你都挑這裡做 你知道嗎 你看看你後面 對啊 座位被無靠 這條小人半大了 新鮮人設施尾聲 老闆竟然被通緝 因為我以後 就因為有那個小人的問題對不對 對 通緝尾聲 然後那個人是就是通緝飯 老闆去通緝飯 對 我以後會叫你去那邊打工 對 然後薪水也沒給 我以後就跑了這樣 那是跑了還被抓 我以為他後面怎麼又被抓 你怎麼都挑這裡做你知道嗎 什麼 你看你後面 我以後就把我整整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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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只 你有看我們節目 你應該知道你後面是 無靠 對啊 那怎麼了 因為沒有地方可以放 無靠會被打得住 所以這個無靠就會有 那個小人的問題對不對 對 你有遭遇到這樣的事情嗎 有啊 就是以前我們家在裝潢的時候 就是有換瑋瑜設斐 然後剛好就是 剛好那個人是 就是從洗飯 然後就是 沒有給我洗 對 就是 就是那時候我們是去一家商場逛 對 然後就是剛好要換瑋瑜設備 然後就是逛 所以你們去選馬桶 對 去選嘛 就來幫你抓馬桶的人 是通氣飯 是他們那邊的老闆 他是通氣飯 老闆是通氣飯 對… 然後他就是 就是沒有 就是那時候剛好也是辦公辦 然後老闆說 你家有缺 你還是選了 你願不願意到他們那邊幫忙 我就好 然後我就去 通氣飯為什麼會這麼高調 在那裡嗎 通氣飯怎麼可以自己做 反正就是他有按在身 但是他還是在繼續做他自己的事情 對… 然後就叫你去那邊打工 對 然後… 薪水也沒給我 但是衛瑜設斐也安裝到一半 就… 人就跑了這樣子 但是跑了還被抓啊 我也不知道後面有沒有被抓 但是他就是跑了 那你到什麼時候才知道他是通氣飯 嗯…過大概一個月吧 所以是妳敢用他去檢舉的 沒有… 就說他沒有裝完 因為他的那個商場也不見了 商場不見了 就是因為他是一間就是 可以講那間商場有一個 妳講我把他逼掉了 好…就是… 他直接賣場 那是他… 就是他在地下室 有一個很多不一樣的公司 這樣一商 像是機械 他在廠商其中之間 他有其中廠商之間 那賣場還在 你怎麼說他不見了 那賣場就是他裡面那一截 他的他會測掉 然後妳的薪水也沒給妳 然後馬桶也裝一半 對 然後… 所以他跑掉之後 你才開始查這個人 對… 查到他是通氣飯 對… 後來發現原來他是通氣飯 太重的一個通氣飯這樣子 對 真的還滿可怕的 照人沒整個就好了 對 他是什麼案底的通氣飯 就是… 騙人錢財的 假期這一種的 假期那樣的就好 我想要炸雞飯跟他 後面充滿嗎 沒有… 應該是說其實是一個伴小人 然後時運不濟 因為其實我們講的一個 家裡的事業運動 還是來在客廳 所以他客廳的格局不好 他在事業上 那種不可思議的事情 都是正常 真的很不可思議 而且再者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他們家擺設 也可以換一下 因為格局已經一定了 對 那我們就把這個電視 可以把它排到超過這個位置 因為你其實人家看的話 不只背門 有時候你看電視的話 這脖子也很帥 貢獻也不頓 要好貼心喔 對 所以你把電視紙 放到這邊 因為鋪配它是 其實是讓鄰居在看的 對 因為門打開鄰居 就是可以看他們家電視 就是觀賞他們家的電視 對啊 因為你電視 根本不是給你們家人看的 它是放在門進來的位置 可是你真的有時候 就是限於格局 我們就會陷在那個迷思裡面 就覺得電視就是應該放這 而且你知道他把電視 把它放到這個地方 有個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它不會背門 第二個的話 它如果人在做的話 它不會被逼到切到 譬如說我去邊放一個位置 然後主位如果放這邊的話 主位就不會被逼到切到 對 所以你像這位置的話 其實都是被切的 沒錯 然後這樣空間感也會增加 你們家應該就是有很 有在拜拜 可是你們家這個 應該都算是裝飾 對 但是有一個 那個是關心佛像 對 那個是關心佛像 那其實你來看的話 就是說他們家客廳的事業 一定很小的 然後又從大門進去 看這個財位的地方 上面又壓一個量 所以財位壓量 代表說這個財務的壓力 都會很重 然後又擺了一尊佛像 是 因為如果佛像被壓住的話 代表說 你的個人會受停 它最主要是健康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這個佛像 影響的話就是我們家裡的 一個人的一個福運 如果說他被壓的話 你的健康就會受到很大影響 那誰的健康呢 尤其是長輩的健康 特別要留意 怎麼了嗎 你們家 像我們媽媽就是之前 前幾年才子宮洞手術 一處這樣子 還滿大一個手術 然後我爸有得糖尿病 然後之後我爸 我媽又長輔尺 對啊 然後我爸就是腳 身體我看是越來越不好這樣子 對啊 講到這邊都快哭了 對 因為這種慢性病 都是要長期的這個治療 其實是滿辛苦的 所以我們大家整體 也是有點壓二下 對 壓力 對 其實那不只是一個擺放的東西 當然我們還要去看一下 後面的格局呢 都會影響到這個健康的部分 對 我有注意到耶 就是他們家很多圓圓 對 水晶球嗎 對 這些圓圓的東西 難道被他們沒有圓滿的象徵嗎 其實要擺對地方 對啊 影響真的很多 我們現在往這邊走過去 很多耶 他們家超多的耶 對啊 你家是在大特價的時候去逛嗎 我媽喜歡收藏那種 看好漂亮的就買 她喜歡多一點 這整顆有宇宙大抉擇的機會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水晶球 爸媽很喜歡就是那種 圓圓的東西 妳的球要去玩 妳看我這一顆 這什麼 喂 這顆也很爽 我還有一轉耶 這也是媽媽的收藏 對 所以這顆是什麼 也是類似水晶球這樣子的 老師 這個多放有加分嗎 其實它這個已經這麼大顆了 代表說它對這個磁場 磁場一定會產生一定的能量 是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綠色跟紅色的水晶球 不管它是不是天然的 但是至少它這個型 已經產生了一個磁場了 所以我們要把它哪裡 一定要擺在就是說 對這個房子的方位有幫助的 例如說像我們經過側陽的話 他們家的名財位 剛好是西南方的位置 所以你應該是把這個紅色 把它放在那個名財位 因為西南方的掛象五情俗土 所以火來生土才不會相剋 OK 西南方放在剛剛放鹽跟那 對 那個地方就可以把它的 彩位撲起來 好像綠的那顆 然後綠的話就把它放到 東南方的角落就是 同樣的相對位置 所以另外一個茶几的地方 所以一個綠色 一個紅色 好 那你後面那一棵 後面那七顆呢 對 其實它這個地方 剛好可以形成是一個 彩位的地方 所以彩位在這裡布局是很好的 它有想要做出一個 騎行車 真的耶 對 像這樣的七星鎮 確實也是可以招財的 那其實它這個地方 剛好是一個很完整的角落 但是也是這個房子缺角的地方 對啊 所以缺角的地方 擺這些例如說寶瓶 或是葫蘆瓶等等的 都是很好的 有加分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地方角落 剛好可以聚氣 你可以當作是一個柴櫃 那再來就是說 它的天花板 它是沒有封的 所以它的樑都是完全外洞 丁字樑耶 對 丁字樑 它會形成就是一個人滴 人滴雕散的一個格式 所以丁字樑會人滴不忘 對 人滴不忘 所以像我們家裡有這種 丁字樑的話 是不是應該就要做天花板 對 天花板 可是它這天花板做起來 也太矮了吧 如果說天花板整個封起來 確實會太矮 但是你可以做成 間接照明的方式 利用樑的方式 用裝修的方式把它隔起來 那這樣的話呢 你看它在樑下 其實也做一個化解 就是把這個寶瓶呢 其實在樑的下面 可以放個葫蘆瓶 或是大的花瓶 也是可以化解 但是這個花瓶裡面 不可以空的 一定要丟一些錢幣進去 這樣子還可以聚財 等於相聲 你們有丟錢幣嗎 有 我們那裡應該就有丟的 很多 很多嗎 你還沒想到嗎 相聲意義就好 對 相聲就可以 擺對了 所以這個地方財貴呢 我覺得是滿加分的 OK 你把這個東北方的氣 補起來 是 好 太棒了 原來客廳的缺角 也是有優點的 只要擺放招財物 就能夠讓財氣 籠罩在其中 而缺角的部分 可以掛鏡子化解 但要記得 把電視和沙發對調 才不會自找麻煩 形成靜照座位的煞氣喔 好 所以你看客廳 延伸過來之後 這樣過去應該也是 公共的區塊吧 是餐廳耶 他這個餐廳的格局呢 其實呢跟他客廳的比例來看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去看廚房 其實他整個餐廳的比例 真的是滿大的 比較大 對 因為其實呢 如果說餐廳跟客廳的比例呢 如果已經接近5比5的話 就已經算大了 而且呢 像這樣一半一半的機率來講的話 表示說呢 一個家裡面的人呢 特別容易享受 享福 所以來到這裡呢 其實呢 事業好像也不太想做 或是做到一半呢 就放棄了 變大了 對 就會比較容易安逸懶散 這樣子 會嗎 如果以上老師說 你們家全家都是懶人 是不是 怎麼會接近 沒有 跟滿佛沒有關係 也沒有啦 就還是 就是雖然還想要偷懶 但是還是想到嘉義進去 就會想到就是不行 要努力 他們還是很活力 為什麼要這樣講 對啊 而且老師一直說 你們想一直靠吃懶吃 沒那麼嚴重嗎 我沒有當這樣子 對不對 只是說在這邊的話 自然就會變得比較會 狂自然座 對 如果說你自己本身 像後代子孫來講的話 如果爸爸媽媽住這樣的房子 然後呢 小孩子的話呢 他就比較容易 對事業上比較沒有心 然後呢 比較容易呢 會比較想要休息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 是因為餐廳已經這樣格局了 對 基於廚房呢 來看的話呢 這個廚房喔 是滿通風的 其實我們站在這邊封爐 是舒服的 廚房問題 老師你剛有看過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廚房的問題呢 就是說 我們基於廚房 不要先踏一些 對 因為他這廚房呢 有重新在環球過嘛 是 所以呢 它變成說 它第一次整個墊高 有可能是因為排水的關係啊 等等的 我們講廚房呢 跟後陽台呢 都代表媽媽 或者是後代尺寸的一個遇刺 如果墊太高的話呢 代表說呢 子女呢 比較容易有自己的個性 然後也比較容易叛逆 不太聽話 因為氣勢太高了 所以他說 你們全家女生都是脾氣差 又好吃 我沒有這個觸跡 有這樣嗎 有啊 像我 但是 好真實喔 有啊 怎麼會這樣 像我大姐姐 她就是 開愛 有啊 她會扯給姐姐 對 大姐怎麼了 就姐姐她就是 她還在讀書的時候 然後就回來偷交男朋友 然後 偷交男朋友 對啊 那是幾歲 大概十八歲 十八歲可以交男朋友啦 十八歲還是成年 還是要偷偷摸摸摸摸摸摸摸 然後不小心懷孕 就會很早昏 大姐年輕不懂事 竟鬧出家庭革命 工作不順心 求職密法陸曙光 找工作啊 不是很順利啊 或者是說呢 你想要轉到更好的跑道 這個密法一定要學習啊 到附近的土地同廟 供庭的話呢 就是呢 你可以在 然後坪座的話呢 就是 會換成影座嗎 不是那個瘦啦 然後還要再外加一個 一張五百塊 因為我很怕第一次的 好可怕 好可怕 因為我姐姐她就是 還在讀書的時候 然後就跟頭交男朋友 頭交男朋友 對啊 那是幾歲 大概十八歲 十八歲可以交男朋友啦 十八歲還是成年 她是要做多麼的 所以爸媽反對就對了 然後不小心懷孕 就很早昏 十八歲 對 然後不聽媽媽的話 就堅持到七歲 那時候就被愛沖溫透 對 結果啊 現在 現在就是都在外面 對 都在外面 就是坐在外面 從此鬧翻不回家是不是 因為就一段時間媽媽不了解 但現在是幸福快樂的嗎 在外面工作也是還滿幸福的 對付 至少家庭是圓滿的 對 對 所以還沒有 還沒有和好嗎 很好的 就是近幾次這樣和好的 妳跟姊姊差幾歲 跟姊姊差 十六歲 妳跟姊姊差十六歲 大姊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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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差十六歲 很多時候是不同媽媽才會長大 怎麼差十六歲 對 都是大姊姊 所以妳還有其他的姊姊 對 所以妳剛剛講的這位姊姊是 大姊 然後還有 二姊 還有 三姊姊 對 是不是 Vicky姐 Vicky姐姐姐妹 所以妳前面超多的 所以就是有大姊比較叛逆是不是 對 那妳最老妖其實就是最 乖 對 最乖 然後比較替媽媽的誇 有媽 妳有替媽媽 妳在媽媽旁邊 有媽 還好 就是 我會很做一點點 但是妳會幫佳妍想 然後後來報名就已經是 很好 因為她們很喜歡看這個節目 直接想說幫她們出去看 好 旁邊那邊那一間是誰的房間 我爸爸媽媽的房間 妳爸爸房間 對 因為 因為他們到年紀到了 就不能被她上下樓 在一樓的旁邊 對 一個大房 然後爸爸媽媽媽 這不算是在 在廚房裡面 三天裡面 在餐廳裡面 對啊 其實一般如果說房間 如果是經過餐廳 或是經過廚房 或是有一些房間 是包在廚房裡面的 其實這對這裡面的健康 都會特別的影響 如果說 爸媽本身 都有一個長期慢性病的 一個狀況的話 我認為應該要給她 一個更好的空間 因為像這邊的話 例如說 有時候煮飯的話 很悶 油煙 可是老師如果說真的 因為像這種套廳廚 如果真的是因為孝順 覺得爸爸媽媽媽走不動了 或是她膝蓋不好 所以就讓她睡在一樓 那當然有點預算 她可以裝電梯 可是沒有預算 她怎麼辦 好 那我們就從房間 來幫她做一個改建 好 對 所以她如果包在廚房裡面 還可以改就對了 對 還可以改 在裡面 人家有一個很妙的東西 挺起我們剛剛在外面 熱烈討論 我們剛剛真的熱烈討論 這個東西 這什麼 妳好想把爸媽鎖在房間 為什麼要把爸媽鎖在房間裡面 妳怎麼了 沒有 因為之前前陣子 這邊社群有找小偷 所以妳就把爸媽關在裡面 沒有 這為了安全 因為他們都會從廚房那個地方 聽說都從廚房那種地方 小偷從廚房進來 對 然後放置他們 所以妳意思是說 爸媽不在房間 她怕房間終於被偷 所以她出門了 她就把這個鎖起來 那小偷也可以自己打開 小偷不會開廚房嗎 對啊 怎麼 怎樣 還是妳的 小偷竟然是妳怕 爸爸媽媽就是有危險 就先把爸爸媽媽鎖在裡面 可是小偷還在那邊 小偷可以盡情的後悔 真的我們沒有想很多 只是覺得說 趕快把房間鎖 為什麼我們先鎖起來 妳把她的安全這樣 妳們在把爸媽鎖起來 這件事真的還... 太可以了 這很危險 而且還鎖到三個耶 妳看有多怕爸媽跑出去了 老師這什麼樣的小偷 對啊 對 沒關係 這個應該拆掉就好了 對 跟我們的風水沒有太大的關係 覺得很危險 對 爸媽的這個床位 還好沒有背門 可是有皮刀 對 對 其實她這房間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說 她進來的房間 就是要先經過餐廳 對 才能進來她的房間 所以對健康會有影響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房間的門上面呢 貼一張所謂的石像自在 因為石像自在呢 就是可以化解所謂的 地水火風 這四大裡面呢 不合的地方 把它調合成一個合的狀態 然後房間裡面呢 最重要就是這個床位呢 在籠邊是碰壁的 那躺下去籠邊碰壁 而且剛好那個籠邊呢 又是一間廁所 那廁所呢 就是一個晦氣的象徵嘛 代表就是說呢 媽媽如果睡到這個籠邊的地方 那就會影響到媽媽的健康 然後她健康就會不斷的重複的 反覆的就是不好 然後呢 又除了廁所之外呢 又有個壁道 切到這個腹部的地方 所以呢 這跟例如說 男生的話就是泌尿系統 或者媽媽就是子宮腹殼的部分 所以這樣講起來的話 她床就是要移位囉 對 其實呢 我會建議就是說 讓她的床稍微置重一點 讓她左右逢圓 把這個大衣� 把它挪到另外一個空間那邊 那這樣子的話呢 床就不會這麼的擠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它這個整個空間呢 像這個壁道的問題 要如何化解 化解的方式就是說 在那個L型的角落的地方 我們可以掛一個葫蘆 然後把這個病氣收納起來 OK 這樣滿算簡單的啦 一個下位子就好了 對 房間煞氣重重 爸媽年紀越大 病痛越多 最好先在門口貼十項自在 化解餐廳包房間 化解餐廳包房間 並且讓床位左右逢圓 遠離廁所 最後再避刀掛咕嚕 為健康添一份保險喔 女生姊姊的房間是 這樓梯 對 那我來看一下 幫妳看一下 她的可能又在那邊蠻寫的 這太重要了 對 她的感覺就跟樓梯一模一樣耶 對 但其實她的床呢 靠的地方也是不對的 因為她的床頭呢 是向下這個樓梯 對 她靠的地方 剛好是樓梯 代表什麼 代表說呢 她的運勢很容易呢 節節的下退 下滑的意思 所以坐到這一間呢 如果床位這樣睡 就會運氣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剛好她的大門呢 被這個樓梯有沒有壓到 所以她上面呢 這個天花板的地方 是不夠方正的 代表說坐在這裡面的人呢 情緒特別容易壓抑 你們一直在講 姊姊那個情緒很差 你們都不怕他打你嗎 不然他有好幾個姊姊 那姊姊 其實每個姊姊都心情很差 體驗很差 沒有 我覺得二姊姊 他比較容易就是 不敢說出他內心的話 對 像他之前在這裡工作 然後又帶小孩 然後就會壓力很大 然後就是為他都不說 然後就會偷偷的 一直哭我而已 應該猶豫症 比較不敢說出來 對 那這麼的話上面是可以加什麼 幫他頂一下 對 其實如果說 因為像透天書 如果像這樣的格局 樓梯如果壓這房門的話 我們都還是建議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沒辦法化解 我們就在這個房門上面 我們就是一樣是放一個 實相自在 來做一個化解 那如果說外面的話 或在門邊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放一個水晶柱 象徵什麼 象徵把這個壓的地方 把它頂回去 如果這一間 是剛剛跟爸爸媽媽一樣 隔絕的房間 那這一間 就是等於在廚房的上 對 沒錯 要命的 這是有人睡嗎 有 那之前是三姊姊跟我在睡的地方 現在看起來是沒有 對 因為他現在在外面讀書 對 然後變成 自己就變成 沒差了吧 這就除少吃了 可是你剛剛這個廚房 這個一定是廚房上面 而且它原本是一個陽台 又把它外推出去 象徵什麼呢 廚房上面的話呢 代表住在這裡面的人 火氣就特別特別大 例如說隔壁的話 就特別壓抑 因為樓梯壓到門了 那這裡是廚房上面的話呢 火氣大 脾氣就會不好 才隔壁個牆 差那麼多 對 所以那時候你跟三姊 是三姊嗎 三姊住的時候有爭吵嗎 有啊 就是可能 功課請教我旁邊去找他的時候 他就會很生氣 就他就會很生氣 功課請教他 他有什麼好氣的 他就覺得說 很煩啊 對 很煩 就覺得說 為什麼不會這樣子 可能覺得很不耐煩 就是有時候我好心叫他說 姐姐有水果 我下來吃 他可能就會說 幹嘛 你不要吵我 好 我等一下就下去了 就很 還滿兇的 對 因為看起來就是他脾氣特別好 溫順 對 姐姐就是 可能很容易大聲這樣 因為他可能壓力很大 他們三姊妹的歌詞都很不一樣 他就是那一種 他姐姐又誰過 然後他大姊說 幹什麼啦 我現在在家裡出了 然後他就說 有什麼過 那邊 我要下去嗎 有 這麼訝異 我要出去 可是如果一點 大姊會不會生氣 對 就是三姊妹的歌詞也不一樣 所以後來你也搬離這裡了 那現在這裡沒人住就OK啦 對 如果是空屋的話 我建議這個地方 因為廚房上面的格局 建議還是不要住人 或是當作書房 因為如果當書房的話 那個火都把那個書 文倉都燒掉了 所以你也填不上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要當房間 礙於空間的關係 那我們就把這個床 不要放在廚房上面 就爐灶上面 你應該把床放在這個空間 對 然後這個空間可以做什麼 例如說放一些書櫃 然後衣櫃等等的 把它當作是一個 比較不是很重要的空間來使用 我們接下來就看你房間 這房間 OK 狗爪 在這 紅一盞 這棟一盞 這間嗎 要你帶的是那裡 所以這一間進去之後 在這間嗎 好秘密喔 怎麼會 你房間採光很好喔 怎麼會這麼多門 對 完了 好啊 怎麼辦 一 二 這樣跟姊姊的房間 算在一起 對啊 各生人通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錢起來的履物空 如果說這個房間 像你之前有講 這是媽媽之前住的 爸媽之前住 那有時候住到這個房間的人 會不斷地破財 而且容易被騙 然後更會 坐飽 都不是那麼順利的 所以之前是爸媽住這一間 對 然後那有破財嗎 嗯 他們坐這麼多門 應該花滿多錢的 這樣就破財了 就是讓我們玩雞精 可是後來就好像沒什麼賺 就直接賣掉 然後賣掉之後 那個雞精好像又漲了 就是跟馬國賢一樣 跟財運擦肩而過 對 別人買就賺 然後你買就不可賣 真的耶 但是也要跟這種交朋友 他買什麼我們就先不要買 我覺得你這製作 在漢獲的樣子越來越多了 對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負面紙標就對了 對 那你賺了錢還可以請他 請他吃個飯 這個 好厲害喔 它這個是後陽台嗎 它是通後陽台 對 所以它通後陽台門也不能不見 沒錯 我們要把這個門 做成是一個隱藏式的門 或者是說你把這個格局 把它做成一個更衣間 因為我這邊還有一個空間 把它做一個更衣間 是啊 對 因為其實它如果沒有做更衣間的話 它整個房間就會有一點不防震 好像有凸出來這個空間 對 所以把它做一個更衣間 把這個陽台包在更衣間裡面的話 也是一個化學方式 不好意思喔 妳是有遠視嗎 沒有 怎麼說 所以妳電視放在這 然後 等一下 這怎麼看 是在哪裡看 妳的床在那裡 好 妳這樣看 我們會不會覺得 我們都很小隻 這樣不會有點遠嗎 電視小又遠 南木城要拿望遠鏡看嗎 妳是有遠視嗎 沒有 怎麼說 所以妳電視放在這 然後 等一下 這怎麼看 是在哪裡看 妳的床在那裡 好 妳這樣看 我們會不會覺得 我們都很小隻 這樣不會有點遠嗎 好像有一點看不太到 這樣看得到嗎 那我會特地坐到這邊去看 坐在地上看電視 對啊 為什麼要這麼詭異 電視不翻了這就好了 因為 因為好像那邊放的 沒有插頭 就是下面沒有插頭 那邊才有插頭 所以才放在那邊 有一種長得 交來線太多 就想說 想要放在那邊 可能也沒有很常在看吧 大部分玩手機跟看電視 對啊 現在都是這樣子吧 妳房間真的很大 原本是爸爸媽媽做的 對 真的 感覺是滿舒適的 這一間 對 而且像爸爸媽媽 都以她為主了 為什麼 對她的期待又特別的深 可是以她的床上來看的話 她的左邊一樣是碰壁的 對 所以左邊就龍邊 對女生來講 這是一個感情的運勢 所以要嘛就是碰壁的話 就感情不開 要嘛就是爛桃花特別多 媽媽 妳是哪一種 就爛桃花可能比較多 對 所以她喜歡妳的 妳就不喜歡 對 然後會一直騷擾妳嗎 會 就是有遇到過 就是以前有跟學長 就是追求到家裡來 對 然後還送東西什麼的 可是就很送飲料 那喝什麼是重點嗎 送什麼 因為她講得很曖昧 好像送什麼天大的東西一樣 因為學生主要是搜尋 什麼 所以我不敢喝 怕會嚇藥是不是 就是很害怕 又做什麼手腳 然後所以我覺得 會送給鄰居的小朋友 什麼 什麼手腳 送給小朋友 我覺得有什麼事 現在是要來一個小朋友 是不是就就昏倒了 不會 小朋友喝下去 然後媽媽好抱歉 就在那間隔壁 你怎麼這樣啊 就倒電話啊 你怎麼送給鄰居 我覺得她是那種很乖 很乖那一型的 所以即使那種還不錯的男生 可能約她 她也是怕 對 對 因為她就是那種 真的比較小小的 小時候被家長嚇得多了 真的 老師 所以她如果床移過來一點 她那杯飲料 就會喝下去嗎 跟你講喔 你再拖到30歲 你連飲料都沒有 對 我跟你說真的 對 所以如果把床移過來一點的話 其實你的桃花也會特別的好 那如果說你覺得 還是習慣這樣睡 但是你農邊又想要化解 這樣碰壁的問題的話 我們就可以掛一幅 象徵有圓景的 有花的形狀 都可以幫助你把這個桃花 爛桃花轉成正圓桃花 你有沒有想談戀愛的啊 有 但是還覺得 你只要以金錢為主 以家庭為主 好痛 所以你想要變成一個 拜金魚嘛對不對 拜金錢為主 我剛才告訴你 現在有一點錢 也是很誠實的說出來 對啦 他現在想打拚 想拚事業 對啦 然後像我們住在這地方呢 剛好也是一個外推的地方 所以下面是空的嘛 那剛好他的書桌呢 就是他放在這個懸空的地方 對 那書桌呢 如果對學生來講是文昌運 對於上班族來講的話 就是一個事業運 而且他又壓一個很大的量 代表什麼事業不穩定 可能工作就會一直想要轉換啊 或者說常常會有起伏 所以懸空的地方呢 就很容易象徵機會落空 嗯 哇他剛好這些的書桌啊 鋼琴都放在這裡 對 那你書桌可能就要換一個地方 對 會不會影響你的事業 其實你從移過來之後 你應該陽台 不是不想買那個書桌就可以移過去啦 對 對啊 那梳妝台咧 梳妝台的話 梳妝台的話 因為梳妝台跟書桌的話 書桌代表他的那個事業運嘛 梳妝台代表他的財運 所以他還是得放到那裡 還是要放到那個地方 或是放剛才我們看那個澳潮的地方 有沒有 也可以 好了沒關係 等於是陽台是你根本不能放到任何東西 衣櫥 就衣櫥 衣櫃 書櫃可以的 好的 好啦 你不是要教我什麼秘機嗎 我要教他 對啊 要求職的一個開運法嘛 因為你現在就是希望自己可以開運 對不對 對 我就是在寫著說要求開運 然後因為我最近已經換了兩三個工作了 對啊 是很短的時間之內嗎 大概每三四個月就換了 為什麼 所以你等於一過試用期你就又換了 為什麼我教了 就可能會遇到不好的喪失 或者是同時會就是陷害你這樣子 對 所以現在這一分是才剛進去沒多久 我覺得他個性溫溫的 可能也是滿容易被吸引 可是我覺得 其實我有個很好的工作要給你 我們風水滿缺人的 對 我們團隊一直需要工作人員 如果你有興趣做幕後的話 你可以分走我們 可以考慮看看 對 但是因為主持人你知道 有一個要不做了 對 不怕嗎 對啊 你會很失望 你為什麼 為什麼立刻就看我 還是你是其實想應徵主持人的 幹嘛 那你講話可能要再大聲一點 對啊 所以我們兩個都需要這個求職的 求職開運 對 其實如果過 現在的洛哥 好 現在如果你找工作 找得不是很順利 或者是說你想要轉到更好的跑道 例如說你想要離職 主持人要走了 但是來講 好好講 如果要去更好的地方的話 這個祕訪一定要學起來 好 當然像這樣的話 你要先準備一個農民曆 然後為什麼要準備農民曆 因為我們要選一天好的日子 然後這個好的日子 你去祈求會特別容易願望成真 那我們要選一個日子 就是這個農民曆上面是每個月份 每個日子都有天干跟地支 有沒有 我把它畫起來 那我們要找哪三個日子的天干呢 就是有假日 然後霧日跟更日的天干 所以我們要找假日 霧日 更日 其中一天 但是那一天裡面 一定要有一個所謂祈福的日子 所以這三個並沒有哪一天是比較好 沒有一二三順序 沒有順序 隨便一天啊 對 為什麼呢 你看好像假日有沒有 這是假日嗎 這邊有假日 可是當天就沒有 沒有可以祈福 所以他霧日裡面有一個祈福的 更日也有祈福的 那這一天就可以來做是不是 就可以來做這個祕法 那為什麼要這麼麻煩呢 其實日子選對呢 我們講天使第一人和 把日子挑對 你的願望就一定會成真 那為什麼要找假日 霧日跟更日呢 因為這三個呢 我們才有礦 不是 因為這叫天上三祈 三祈的意思就是說呢 它是天的福運給你的 所以今天日子呢 都是你要祈求願望特別容易成真 好 那就在這三個日子呢 下午的五點之前 好 你可以到附近的土地宮廟 家裡附近的土地宮廟 或是呢找一個大廟 就是文廟或武廟 例如說你是要求那個 文書菩薩 或是文昌帝君 或是武財神都可以 武廟那像行天宮這種 觀宮也是啊 觀宮也可以 對 所以就是文武廟 文武廟就是可以求職 好 或者是說呢像土地宮廟呢 因為土地宮很喜歡管 我們家裡的大小事嘛 是 你是說他雞婆嗎 也是啊 熱心 熱心 對 熱心助人 所以呢去土地宮廟 或是文武廟 把這個日子呢準備好之後 我們要帶什麼貢品呢 貢品的話呢就是呢 你可以帶香蕉 荔枝 沒有吧 沒有吧 好 香蕉荔枝 香蕉荔枝 荔枝 還有水梨 鳳梨 然後還有外加一個昂骨粿 為什麼呢 因為香蕉 香蕉 梨子 水梨 鳳梨 是缺一不可 如果你能夠全部找 其實最好的 那那個什麼 鳳梨可以是切片的嗎 當然要完整的會最好 要整顆 罐頭的那一種啊 罐頭也可以 我們就要取這個寫音 叫做 酒就是香蕉 梨就是梨子 你啊 來 是來啊 來啊嘛 翁來 翁來 久你來啊 然後 昂骨粿是什麼 昂骨粿就是 我們在一般的習俗呢 就是洗慶才會用的 它代表就是一個圓滿的象徵 所以呢我們要久你來翁 然後可以圓滿的一個象徵的意義 一個意涵 這樣子 共品是這個 然後金爪的話呢 就是 福金 掛金 授金 授金 然後還有就是 補財固金 福金 掛金 還有授金 蛤 不是 這樣好嗎 所以待生的不能嗎 胃婚合影作嗎 不是那個瘦啦 因為你以前你知道 他很忙的 對 瘦 授金啦 什麼啦 授的授啦 還是我戴授金而已嗎 欸你應該搭配會拍水 好 先拿來 整個文件啦 好 對 對 不是生小孩那個啦 搭配的 就好啦 對 金 掛金 還有授金 對 然後還要再外加一個 一張五百塊 或是五張一百塊 因為如果你是碰到 第一次的 要包紅包 包紅包 小氣嗎 第一次包五百 也包六百 為什麼五百 好 為什麼要這個 這個不可以燒喔 你們這三個 你這三個 你這三個 好對的啦 你這樣會損國幣 就不對了 然後 然後這個呢 就是你要拿 跟貢品一起去拜 然後拜完之後 你要把這個方法 就賠價 那為什麼要選擇五百塊 你看新來幣 五百塊很績小 你看這後面呢 有好幾隻鹿 代表 然後五張一百呢 這就代表說 五方有財的象徵 所以放到平常裡面之後 就不能再花掉是不是 對 當作很潛 那你可能要做個記號 才會記得吧 對 還是我想放裡面永遠 有一張五百就好了 不管是哪一張 沒有 就是一定要拜過的 拜過的 所以你就一定要 就自己做個記號 你可以把它摺起來 可以摺摺嘛 對 摺起來 然後放著不要花 然後呢 這個象徵就是說 你去面試啊 求職的時候呢 都會有一個 像一個不勝負的象徵 然後讓你增加好的運氣 祝福你耶 祝福你耶 然後媽媽趕快 身體健康庫 又一起來 抱擺著 然後你趕快嫁出去 然後就這樣 這樣 然後這樣 金主啊 這樣嫁個好人家 然後工作也都順利 對 謝謝 這是你的 焦轉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